新晋男神罗靖与唐嫣恋情曝光,可谓众望所归,但人不风流往少年,我们的男神也有青春的时候,今天让我们就来探秘下罗靖的情史,看看罗靖曾经的女人,罗靖唯一承认的女友,名字叫李曼,虽然可能听到这个名字,觉得不熟悉, 但你一定记得满城近代黄金甲的女主角,她就是李曼,并且李曼曾经凭借满城近代黄金甲,曾获得过电影节的最佳新人奖项,那为什么会很少有人记得她呢? 原来李曼,因为某女郎的帽子一时爆红,各种流言也随声四起,不甚其忧的李曼,选择回校继续完成学业,渐渐淡出大众视线, 罗靖与李曼在六年前分手,原因不甚明了,只知道罗靖当时因为失去李曼,而感到无比伤心,在经纪人的帮助和开导下,才逐渐走出了感情的阴影。 现在罗靖与唐嫣的恋情,李曼与红金宝之子红天照在一起,也算各有所爱了。 也有网友表示,没有李曼与罗靖的分手,也就没有现在的罗靖和唐嫣,所谓旧的不去,新的不来,过好当下的生活,那才算是幸福。